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规矩啊 依照天台宗的这个规矩的话 有无重宣议 以华言宗的规矩呢 要讲十学门 那么这个两种啊 我们在这里研究这部经历的时候啊 都不采取那两种 那就是古人也有 也是有的 也是有这个例子的 这两种办法都不采取 那么 这个虽然不讲无重宣议跟十学门呢 但是这个每一部经的经题啊要讲 所以现在请各位看这个试题啊 试就解释 解释这部经的题目 一共有二十个字 二十个字啊 前面十九个字是这部经的特别名称 最后一个经字是 各部经的啊 共同的这个 是通明 一是全部 是大佛顶 如来逆音 修正了意 诸菩萨万幸 熟龙眼 经 一共有二十个字 佛经 任何一部经啊 它定出这个名称来啊 也定出这个题目来啊 非常重要 它这个经的题目就代表 全部经的这个 那个内容 也就是这个题目是经的一个 总的一个意义在这里 所以呢 对于这个经题啊 必须要先要讲一讲 那么这个 定出这个经题来 佛经这个经题啊 跟普通的这个作文的文章题目也 不完全一样 他有他的这个 定这个题目 有他的这个 法则的 所以法则有他的方法 有他的规则 所以这个表呢 画出来了 先这个表不讲 那么先把这个 经题的这 分成几个段落 一段一段的把这意思啊 介绍出来以后 我们再看这个表啊 就更清楚一点 二十个字 前面特别的题目 就是这部经的这个别题啊 十九个字分成五段 就五个段的来讲 后边经这一个字 那么又是一段 一共六段 现在我们就看 一段一段的看了 先看那个大佛顶 这个大佛顶 这个大字啊 是一个 是一个赞摊的意思 他这个大字啊 照应了下边 啊 如来密音 修正了一 啊 以至于诸菩萨万星 守龙眼 这个全部都是大 啊 这个意思啊 就这么照顾下边的 那么 我们 看这个大的内容 既然这个大字啊 照顾下边 所有这个 这个意义啊 究竟这个大字 怎么讲法呢 大字 各位看 那个 讲表 周片 横书啊 这个 什么叫 周片 横书呢 周是讲 那个 这个 就是以我们 这个 这个 苏菩世界 一个一个 一个 做中心来讲 苏菩世界 以外 普遍的 十方世界 十方世界啊 有 有横的 有数的 横的呢 将十方 数的将上下 啊 那么这个 无穷无尽的世界啊 不外乎一个是横的 往外 往外这个 推展 一个 树的 往上 往下 这样 推展 这样 无论是横的 是树的 推展的呢 普遍的 周是周到 普遍周到了 无一处 而不是 这个 大字的 所涵盖的 这个范围 所以是 周遍横书 这个叫做 大 再一个 一个意义 就是那个 第二行 第二行 讲了 中国诸法 这是大爷 怎么叫 中国诸法呢 前面讲 周遍横书啊 周遍横书 讲的范围 那么大 那还是指 这个世间 那个 十方 上下 这个世界 来讲的 那么 实际上 佛法是将 这个 万法 为一心 明信 见心呢 非常 重要 我们 这个 每一个 众生啊 我们的 心性 都是 周遍横书啊 如果不从 心性上 来讲 这个大 就 不足以 那么大的 范围啊 必得 从心性上 来理 来理解 才知道 那个 那么大 那么 这部 经呢 是 就是 叫我们 明白 自己的 心性 我们 凡夫 众生 所以在 六道 里边 轮回 生死 不能够 停止 的话 也 不能够 成佛 是什么 道理啊 就是 我们呢 本有的 这个 心性啊 自己 不能明了 这部 经呢 就是 叫我们 明了 自己 本来 有的 这个 心性 那么 叫我们 明了 自己的 心性啊 这就是 佛法 佛法 是 觉悟 叫我们 自己 救自己 这个 佛法呢 佛讲的 法 无穷 无尽的 这部 经里 可以说是 非常 恶要的 把 无边的 佛法 都能够 包含 在这部 经里面 所以 说是 诸 诸 法 诸 法 就是 下边 如来 秘音啊 修正 了 一直 遇到 守冷眼 这都是 法了 那么这个 达子呢 就把 这些个 法 叫我们 觉悟的 这个 佛法 啊 诸 法就是 一些的 这个 佛讲的 这个 觉悟的 法 统统把它 包挂在 这里边 这个叫做 大 佛顶是 佛的 头顶 上面呢 有一个 一个 肉脊 这个 肉脊呢 它是 至高 无上 的 所以在 这个 这个表里 讲啊 至尊 呢 为 佛 这个 肉脊 是叫 佛的 三十二 像之中啊 第一个像 就是 无间 顶 像 无间 顶 像啊 什么叫 无间 顶 像呢 这个 佛 这个头顶上 我们看 佛像上面 有红红的啊 就像 那个 那个 高山上 那个 太阳出 这个日出的 那么一个 一个 那个 形状啊 一个 红色 在这个头顶上 它叫 无间 顶 像 什么叫 无间 顶 像呢 就是这个 释迦牟尼佛 在 一出生 的时候 有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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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林 里面 一个 一个花园 里面 有个神啊 来 来看 这个顶啊 一直看 看 找到没有 指尖 看不到 顶 这个 到了 释迦牟尼佛 后来成佛了 修到 成佛了 成佛之后啊 有一个 有一位这个 东方 这个 应持 菩萨 有一尊 菩萨 来就想 把这个 佛顶啊 要看一个究竟 究竟高到 什么 什么地方 高到哪里 这种 这样的 大菩萨 是了不起啊 地位非常高的 神通 道力非常高啊 他就是 凭着 他的那种 大的神通 道力啊 尽量的追 追到 无知经的 还是看不到 这个佛顶的 究竟到哪里 是 说是 止住了 没有 看不到 这叫 无见顶相 无见顶相呢 表示什么意思呢 成就一尊佛了 任何一尊佛 就跟我们现在 凡夫众生一样呢 从凡夫众生 修了 度胜度节的 修持 修成了佛了 那么 这个 他的这个 道德 他的这个 尤其是这个 本性啊 真如本性啊 全部 开发出来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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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 一个 众生 能够 跟他 相比的 比如说 凡夫众生 就是那些 大菩萨 哪一尊 大菩萨 他 没有到 成佛的 地位啊 也没有 办法 跟佛 来相比 所以 佛 以这个 无间 顶乡啊 表示 至尊 至贵的 最尊 最尊贵的 这就是佛 还有呢 无上的 无上就至高 无上的 叫顶 佛这个顶 刚才讲的 那位 那位大 那位 大菩萨 追 追这佛顶 追到什么程度啊 佛经理讲 追到这个 上了 往上追 追到 亨河 杀树 那么多的 世界 世界啊 也还追不到 究竟呢 所以这是 无上的 至高 无上的 这是 顶 这是佛顶 这两个字啊 代表 一尊佛 他是至尊的 他是无上的 要了解 这个至尊 无上 那么 释迦牟尼佛也好 阿弥陀佛也好 十方世界的佛 都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 修成功了 陈勒佛 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他就是从本性里边 发出来的 所以我们 修佛 在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修佛 怎么可以学呢 从哪些方面去学呢 普通法门 必定要啊 明了自己的心性 本有心性 首先要了解 再呢 就是用 各种的方法 用这个功夫 把这个心性开发出来 这是一个 一个总原则 明了心性是知啊 必须求其知到啊 开发心性出来是行啊 一个知一个行啊 就佛法来讲 是一个解 一个行 解形 这个非常重要的 那么 那么结形的 这个最后的目的 就是要完全 把我们的 本有的 本性 完全 完全开发出来 那就成了佛了 任何一步景 中国的 无论哪一宗 都是这个样的 那么我们学的是 净土宗 净土宗也是这样的 并不是说 普通法门 是这样做 要明信 要用功夫 把这个本性 开发出来 我们净土宗不需要 不是这样讲法了 净土宗是因为 知道已经不容易了 修持的 要开发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 苏夫世界 开发的太难了 所以换换换安静 我们要发现 往生极乐世界 一到极乐世界 很快就开发出来了 所以大原则 还是一样 他们跟普通法门 原则还是一样 不过是 修持的 特别法了 用那种 一幻的环境 成就得非常快 不同是在此 那么就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普通的 说法来讲 一个 我们明了自己的心性 再呢 就是开发自己的心性 这种方法 有的是讲空 有的是讲有 讲空是 一起皆空啊 所以金刚经理讲的是 不要桌相啊 你桌相的话就空不了啊 空不了 你怎么能够见到本性呢 不过这里要注意 所谓空是怎么呢 空就是把我们 凡情俗见呢 凡夫俗子的那种 那种这个 这种知见呢 也是虚妄分别的那种见呢 空的那个 空的那些个 本性真实的这个 真意才能够显得出来呀 是这么个讲法的 有呢 是讲万有这方面来讲 从相这方面来讲 相讲的时候啊 讲到最后啊 也是要破除这些障碍 也是要明了 这个心性的 所以是普通讲佛法 或者是讲空门 或者讲有 从有这方面来讲 显著的 就是法相宗 也就是威士宗 就讲有啊 空宗这一方面 像三论宗啊 这个 般若的这一方面呢 都是从空的这一方面来 着手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 密宗 有了密法 还有显宗 显是明显的 密法是 这个佛传说下来的呀 到后来又金刚上师来传授 密宗也先把这个佛礼 统统贯通了 三藏这个教理全部明白了 然后再用密咒来吃咒啊 这是密宗啊 比如说密宗啊 你开始学密吧 我就传授你一个法 你不懂礼不懂佛礼 你怎么吃啊 除了密宗以外 一切的这个 各宗 我们这个进度宗也是 都是显宗 明显的从经文上研究 研究教理 用功夫 这个功夫一步一步的去 去修持 这都是显宗 但是这个要注意啊 讲空 讲有 修密 讲显宗 这个各方面呢 这是在修持的这个过程 在学的这个过程 学的过程啊 集合各个学的人的根基 它是哪一方面的根基 就用哪一个佛法 它就采用哪一个佛法来入门 是这样的呀 但是修成功了 成了佛了 正佛谷了 你说这个佛谷 这个佛谷是空的呢 还是有的 还是密 还是密呀 还是写呢 因为你讲空 讲有 讲密 讲写呢 都是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在修持的时候 这样讲 修成功成佛了 佛是涵盖这一切 所以讲到佛顶啊 佛顶这个意义啊 前面讲是 至尊叫做佛 无上叫顶 那么再把一个意义叫呢 非空非有 从密从险 这也是啊 佛顶项 佛顶 就是那个 那个无间顶项 无间顶项 你说它是空 也不对 说它是有 也不对 说它是空的话 那个印尺菩萨 为什么一直追 追到横河杀数世界 那么高 追就不到 它一定是有形状的啊 你说是有形状的 那又不对 那我们凡夫 我们怎么没有看见呢 那么这个佛这个顶啊 它既是密 也是邪 从显著的意义来讲 它是至尊的 是无上的 从秘义这一方面 从这个秘密 这个意义来讲呢 不可说 不可思议的 你谁也不了解 比如说我们凡夫不了解呀 那些大菩萨 那一尊大菩萨 找无间点像 找不到这个究竟的话 那就是秘密 佛顶这个是非空非游 从密从显的 一些包括在内呀 不是我们凡夫 一直以至于一些大菩萨 所能了解的 这就是佛顶 佛顶 佛顶是这样 我们再看 如来密音 如来密音 先看这个 先看这个 如 如来这是 佛有很多号 这个如来是 佛号之中的 一个名称 我们就看 这个如来 这个意义了 如是什么呢 如是不动 我们普通讲 那如如不动啊 这指的就是 佛的本性在那里 如如不动的 那是大定的那个定在那里 也不动 来呢是随远呢 佛成佛以后 如果说是 一直定在那里 一直不动的话 哪个有什么意义啊 我们想求佛 求佛有感应 佛来度化众生 那就来呀 来什么呢 来是随远 我们众生有什么样的远呢 才能够感应佛来呀 所以如来这两个字是一个就不动的意义来讲 如 就随远这个意义来讲 就这个第二行这个在解释如来 如呢是本觉 这个我们修佛了 就是要学着觉悟啊 凡负终身 所以在六道里面轮回生死啊 这就迷惑 迷惑颠倒才有轮回生死啊 不觉悟啊 觉悟了以后 他他还肯在六道里面这么生死嘛 他就出了六道了 觉呢一步一步的 小的觉悟呢 就是出了六道 就了着生死 大的觉悟啊 就是成佛 所以成就佛果之后 就是大觉世尊啊 就叫大觉了 因此啊 学佛的目的就是要 就是要觉啊 那么就这个觉这个字啊 有几种解释 一个是本觉 本觉什么呢 本来就有这个觉 这个觉性的 本是本有的 不是外来的 也不是学来的啊 那就指的这个本性来讲呢 本性就是如如不动的呢 他就是 他是 你说如如不动 完全讲如如不动 他跟那个完食 有什么分别呢 明万不灵的石头 是石头啊 他也在了不动的 那么我们本性 如如不动 不是一块石头啊 他是 他是有感觉的啊 这个感觉是觉啊 本来就 是有觉悟的 本觉 那么这个本觉就是如 那么再呢 就是石觉 我们凡夫众生 对我们本性 原来的那个觉啊 不知道 迷惑了 不知道 就随时有本觉 那个没有用处啊 因此我们要学佛 佛把这个法门说出来 把这个道理说出来 我们一听啊 明了了 这就开始 觉悟了 这叫石觉 这个石觉啊 这个石觉啊 叫做来 本觉 石觉啊 本觉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石觉呢 不修佛的人 他没有 他这个道理不懂 他怎么开始觉悟啊 我们修佛 接触了佛法了 佛法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 哦 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有这个本性 将来也能够成佛 这样我们呢 有兴趣啊 来研究佛理 研究佛法 照这个法去 行了 你行了一份 就有一份的这个受用 这叫做石觉 这石觉 只要我们真下功夫 我们就是开始觉悟了 这叫来 这个我们一般修佛的人 都可以说都有的 但是把这个本觉与石觉啊 完全 石觉跟本觉完全合一了 你石觉到了最后啊 完全符合了个本 什么究竟呢 我们现在开始觉悟了 只是觉悟都不透彻 只知道有本性 我们的本性 究竟怎么样的啊 它的功能究竟如何 让我们 我们只是相信佛这么说而已啊 自己还没有体验出来 真正有这个石觉 一步一步修 修到最后 完全完全开发出来了 这就石本合一了 这个觉呢 换句话说 本觉它是 不用修持的 本来就是这样 石觉是就修持 这一方面来讲 你修到最后啊 跟这个本觉完全一致的了 有石本合一的 这就是究竟觉 到了究竟觉 就是成了佛 这就是如来这两个字啊 如来就是指的 都是究竟觉 密音这两个字 密音呢 先看那个第一行 下面这一句 三德密藏 是密音呢 什么叫三德呢 三德 第一个是法神 法神呢 成了佛 有三神 第一就是法神 法神就是如如不动的那个 那个法 无处不在的 我们凡复有没有法 我们凡复有 因为我们人人 任何一个众生呢 都有如如不动的这个本体啊 本性啊 这就是法神呢 再呢就是 般若 般若是 这个 金刚般若 布鲁密经 那个不若字 那两个字 不若是梵文 他喊的意思很多 反正中国的意思 主要的就是 讲这个智慧 啊 这个不若 这个智慧 从哪出来的啊 智慧也是 从这个本性里边 啊 发展出来的 不若 这就是解脱 我们凡复因为不明白自己有法神 也不知道自己本来就有这个智慧 那么所以呢 只有啊 这个成天的向外面追求啊 不知道向自己内心里边 开发了 只知道外面求外面什么虚名啊 假的那些钱财 那些那些东西 都是 都是虚假的生命东西 于是往外面追求 于是啊 这个迷惑 于是痛苦 于是生死不能了 所以这个 不能解脱 那么 这个解 对了解脱的话 就是完全明了自己 有法神 有剥弱 这个大智慧 然后也运用 能够运用本有的智慧 到了时候 生死也 也解决了 啊 这就是解脱 这个 三种啊 这个三种啊 都有他的这个 说不尽的这种 这种功德 这叫做三德 就是法神 剥弱 解脱 虽然是每一种的德 都是无穷无尽的 但是把它总过起来呀 每一种都有这个 可以拿四个字来讲 一个是长 长就是永恒的 换句话 这个法神过来是永恒的 不是生灭的 不如你开发出来 也是永久的 不会再消失了 解脱 你得了大解脱 生死 了了之后 你这个大解脱 得了之后 也是永久存在的 是一个长啊 还有呢 这个乐子 我们将这个世间 凡夫没有真正的乐啊 开发这个三德 是真正的得了 这个真乐了 长于乐 还有呢 我们普通说是 我们修佛啊 你不要有我了 金刚金正式 不要有我像 人像啊 那个什么 不要我 那个我是假我 假我是要不得的 但是真我是有的 真我你就是不要也不行 他自自然然在那里 这个三德自然有真我 再有这个经子 我们修净徒宗这个经子 清经的 这个三德都是清净一尘不染的 所以这个 法人 不若 解脱 每三 这三个每一种啊 都是具备了 常乐 我 经啊 这四种德 因此叫做三德 然后呢 我们讲 分开了 这是啊 这是法身 这是不若 这是解脱 实际上这三个 修佛 修得成功了 成佛了 这三 这是一回事情 法身就是不若 就是解脱 不若 就是法身 就是解脱 解脱也是法身 也是不若 这个三德啊 名词不同 这个是一体 三方面的 从意义上面 从三部门来解释 说的是融为一体 融或者是一体的 这叫秘藏 这个是啊 不是真正实行来修的话 体验不到 不会了解的 这叫秘藏 如来秘因啊 秘因就是以三德秘藏 做秘因 三德秘藏 是普通法 所以讲 在这部经里面呢 就是如来藏 经里面讲的如来藏 如来藏 就是这个 包含这个三德秘藏 在内 那么就这部 冷眼经呢 我们不能说 你 你以什么因啊 来修持的 这个佛法 因各个不同的 看各这个众生的根基 有小因 有大因 有这个种种的因不同啊 就这部经来讲 它是以如来藏 也就是三德秘藏呢 做这个因 这个因呢 就是成佛的因呢 这因是秘因 秘因是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够了解的 你要学了 修成功了 你就自然了解了 所以在学的时候啊 它对我们学的人来讲 这是个秘因 所以秘的时候就是 三德秘藏 如来藏 我们开始修 谁能够了解呀 就以这个秘因来修持 这叫秘因 再一个意义来讲 这是第二号 第二号这下面 那一句话说了 受秘法 行真丁 为秘因 秘法 就指在这部经里边呢 有这个 大佛顶舟啊 这个后边有这个 冷眼间里边有大佛顶舟 有一共分为五会 也叫做五会神舟 那么以这个法 来行 来修行啊 行的什么呢 这个舟的作用干什么呢 就是叫学的人啊 能够入这个 这个冷眼大丁里 这个冷眼大丁就是真丁 不是普通修的那个 不是普通修的那个丁啊 普通世间法那个四叹八丁啊 就是修到那个飞翔飞翔 入天的那种大丁啊 也不是真丁 真丁就是根据这个三德密藏来的 根据这个如来藏来的 也就是从这个本性里面发出来的 受这个秘法来入那个大的这个真丁啊 这叫秘因 又是一段 这个第三段 叫修正了一 修正 我们先看这个 什么叫修呢 修是这个 这个 行淫啊 修行 修是修行啊 修行是在阴地 因地包括从凡夫到了大菩萨 以至于还没有成佛 到那个快要成佛的 那个是大菩萨地位 都是叫这个因地 这就是修 正呢 正是正到佛果了 正是西果 西果是希望 希望正到佛的大果 这就是这个修正这两个字 那么这个了一怎么讲呢 彻底究竟了 叫做了一 了是彻底的 最究竟的 这个意义啊 完全明了了 这叫了一 后面第二号 讲 因同果 从根结结 这叫修正 这叫修正 怎么叫这个 一印同果呢 前面讲是用秘印的 这不仅是叫人家从秘印来修啊 一开始 就把握到自己的本性 普通讲称性其修啊 什么叫称性其修呢 称性就完全合乎这个本性 不违背本性 就合乎本性来开始来修持的 那么就是这个秘印 按照拿这个秘印来修持啊 现在我们就研究了 这个秘印固然在这个印第是啊 印与果啊 你修到成功了 正到果了 那个印与果啊 合一的起来 印与果是同时候的 这个就普通 我发现呢 印与果海果彻音乐呢 印就把这个果也包含了 果就像大海那样的 这个无量无边的呀 这个印就把这个果海 把它盖 盖就包裹 就是完全包含在内 果彻音乐呢 从果这方面呢 彻底 就是到这个 到印的那个开始的地方 那就是说 印与果是同时候的 我们明了这个道理的时候啊 你一开始修的话 这个方向就是正确的 一开始明了这个密印的时候啊 就是明了自己的本性 这就是因同骨 一因同骨 因骨是同时候的 是这样 还有不是这样吗 那有啊 我们大家知道 佛以无圣说法了 无圣 比如说开人生 人生的时候 讲这个做人的道理 守住无界啦 人格很健全的呀 这就是 讲这个人道的这个 那么再讲那天道的 修天道 升天 修十善业 那么再修这二圣 修这个小圣 终生的 修这个菩萨 这也就是 你说人天 没有讲到这个本性的上面去啊 他会说那根系不到 讲那个本性 他不了解呀 所以这部经一开始 将来讲到那里 各位就知道了 释迦牟尼佛就叫这个 俄乃尊者去找心 就是找本性 其他那个人天法呢 一开始就是 不必那样这个 不必经过那个 那个步骤 开始就用本性开始讲 也就是一因通过 这个 从根结结啊 什么叫从根结结呢 这是释迦牟尼佛啊 这个 用这个比喻 叫修佛的人啊 了解怎么个修持的方法 要懂得这个方法就好啊 这么一个方法呢 释迦牟尼佛啊 比如说用一个毛巾 用一个长的毛巾 截了六个截子 这个长 这个毛巾是不够啊 不够长啊 打了六个截子 六个截子 是六个啦 但是六个截子怎么来的呢 这六个截还是从一条毛巾来的啊 有这一条毛巾才有六个截啊 你要截这个截怎么呢 把截一截开了 任何一截一截开 这个毛巾还是一个 整体的 还有一个毛巾 说这个 说这个是个比喻的话 在这个 这个毛巾呢 比喻我们人人都有的本性 本性在这部经里边呢 叫做一经明体 经是很经 有精神的那个经呢 明是非常明白的 光明的明啊 最经最明的这个本体 精明体 这个一经明体 分开来讲呢 有六合截 六合是眼根 耳根 眼耳必舍身一啦 所以经文里边讲 原以一经明 分为六合合啊 分开来讲 有眼根耳根 鼻根 有六根 合起来 你的六根从哪出来的啊 是一经明体出来的 都是从这个本性里面出来的 那么这个要修持 怎么修持法啊 也等于我们现在啊 有了这个六根了 处处被这个根呢 把我们障碍住了 应该知道的 也不知道 有什么能力也发生不出来了 就说是限制住了 你要把这个 这个 这个根上面 根是发实的 实实虚妄分别的更差了 所以这部经呢 叫我们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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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根 不要用实 用根 为什么用根 不用用实呢 根是 无分别的 实是虚妄分别的 从这方面来修 修到完成了 如来这一经明体了 那就说 就从根 结结啊 就知结了当的 前面将如来 秘因 我们懂得这个秘因呢 就是你一开始明了 有本性 从本性上来 来开始修的话 那就是从根上面 来结这个结子啊 明了这个根本 我们根性啊 根是根性啊 就是本性啊 从本性上面来 解这个结 这叫修正 顿入涅槃 顿正远通 顿那是不是 尽尽的 这个根系好的人 他学了这部经 一明了 这个如来藏 直到这个三德密藏 这根本的方向 把握这个 把握对了 用功夫 用对了 能够顿入涅槃呢 涅槃 就是臣服的境界啊 顿正远通 远通是万发 云荣通是通达 这是了意 说是不了意啊 这部经呢 完全说了意的 后边呢 再讲一段 诸菩萨万星 诸菩萨指的 五十二位 菩萨叫做诸啊 这是修行的 这个菩萨道啊 有诗性 诗性为啊 有诗 有诗位菩萨 诗助菩萨 诗行菩萨 还让这个诗地菩萨 诗性诗诗性 还有诗会像 那么加上后面 诗地 就是这个五十位啊 五十位再加上 等觉妙觉 五十二位 这是个诗子 包括这么多的菩萨 到了妙觉 就是成佛了 这个万行 这个万子呢 就是综合 修戒定会 等等 这些这个方法的 按照这些法来修 这叫万 就读菩萨万行 首能也 这部剑的名称就是首能也 这是宗行 菩萨道呢 光行六度法门 那是别行 我能也 经 那么我们下一次继续讲 我们下一次的 诗子 准备来 我们下一次的 诗子